首先跟大家講一個問題,就是在過去一年影響世界最重大的事件 莫過於俄乌戰爭及其對中國的影響,眾所周知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今年月四日,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之日 曾經閃電訪問北京九個鐘頭,跟中國簽了中俄聯合聲明 和相關的有十五項協議,在這個前後中國的外交系統高調宣傳 中俄有好無上限,中俄合作無禁區,不是盟友勝似盟友 中俄有好只有加油站,沒有終點站 在這種情況下,結果二月二十四日,俄羅斯由海陸空,東北南三個方向 對另一個主權國家烏克蘭進行了全面的侵略,狂轟濫炸 俄羅斯這樣做法,完全是違反了聯合國的憲章和國際關係的準則 因此受到世界輿論的普遍譴責,美國和西方國家,包括北約的國家裏面 就對他嚴厲譴責和發起了對俄羅斯的國際制裁 聯合國特別大會,也先後兩次通過決議 以絕大多數,例如一百三十五比五這樣的比例 來譴責俄羅斯的侵略和要求俄羅斯停火撤軍 好了,作為中國,這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也是聯合國五個安全理事會的成員國之一 對俄烏戰爭的態度,到現在都在世界上引起爭議的問題 因為由二月二十四日到今天為止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爭打足了十個月 因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但是中國到現在就很閃爍極詞 態度手鼠兩端 一個他說我們中國是保持一個客觀中立的立場 是以事件的是非曲直本身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 就說我們就立足於勸和速談 但是另一方面,中國的外交系統到現在為止 第一,沒有將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這樣的行動 定性為侵略 第二,從來也沒有明確譴責過俄羅斯這些侵略行為 第三,在他的實際行動方面 直到前幾天依然跟俄羅斯在東海海域 舉行了聯合的軍事演習 在外部世界看來 你依然是跟這個侵略者抱團取暖 亦都令人猜疑的是 在烏克蘭總統扎尼斯基訪問美國華盛頓的時候 作為俄羅斯的第二號人民 亦都訪問北京 所以這件事就令到國際的輿論 覺得中俄結盟在實際上 他們雖然沒有宣稱成為軍事同盟 但是在俄羅斯戰爭到現在這段時間 十個月當中 中俄是幾次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和有好幾次 比如在國際法院也好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也好 那個投票當中 中國都是一樣跟俄羅斯 採取相同的投反對票的制度 也是唯一的兩張反對票 所以就是說 俄羅斯戰爭實際上是檢驗一個國家 一個民族 那個根本價值觀的士金石 我們中國有號稱 所謂五千年的文明 一直到現在 為什麼我們這個民族 是會崇敬岳飛 史可發 林則徐 張志忠 這些民族英雄 是因為他們反對侵略 維護和平 站在正義的一面 為什麼我們這個民族 會鄙視和痛恨秦繪 吳三貴和汪精衛他們呢 因為這些都是站在侵略者一面的 那些賣國求榮的鼠輩 所以是非正義的 所以 中國 傳統以來的 道德觀念 以 以 這個不義 是吧 這個 這個 清晰的界線 劃分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現在對待 俄羅斯 侵略 烏克蘭的事件 我們就變成 和世界大多數 維護和平 反對侵略的國家 他們的價值觀裏面 是 不一致 而價值觀的顛倒 必然導致 國運的逆轉 因為 俄羅斯 那個侵略 烏克蘭 對整個 歐洲的安全 對整個世界和平 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而且 俄羅斯 還一再發出 這個核威脅 核鵝炸 揚然 不惜使用這個 原子彈 來去對付 這個 烏克蘭的 反侵略 所以 在這個問題上 來講 如果一旦 俄羅斯 走投無路 漢然 使用這個 核子武器的話 你中國和他 攬頭攬頸 不是盟友 勝次盟友 你都要 附上被世界輿論 這個 譴責和制裁 這樣的代價 因為 因為 在俄羅斯 侵略烏克蘭 這個戰爭當中 國際對他的制裁 已經超過了八千幾項 包括了將俄羅斯 踢出 這個 美元國際 結算系統 那 如果 同樣的制裁 用在中國 我身上 的話 因為中國 每年對外 貿易額 高達六萬億 美元以上 而且 美國 歐 這個 歐盟 東盟 日本 韓國 是我們 五大 貿易夥伴 如果一旦 對中國 採取 類似 對俄羅斯 這樣的 政治 經濟 科學 技術 貿易 各方面的制裁 的話 我們世界 第二大的經濟體 我們這個 世界工廠的地位 是很難保得住的 問題就是說 無論如何 我們 如果是為正義 而付出 這個代價 就 無話可說 但是我們是為 和侵略者 穿同一條褲子 被人這樣去認定的 而受到制裁的 那我們這個代價 就太不值得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一個國家 當然是以我們國家的 利益 這個 為根本的考量 但是國家的利益 和一個 根本的價值觀 是分不開的 無論如何 維護和平 反對 侵略利用 這個才可以得到 世界大多數國家的認同 才會認為 我們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才對我們中國的改革開放 所以我們都會 希望他們能夠 予以支持 和接納 否則的話 我們如果 和這個侵略者 不要畫清界線 和他們眉來眼去 或者是 很多方面 和他們同聲同氣的話 我相信 這個代價 是難以承受的 也都會犯上顛覆性的歷史錯誤 對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有百害而無一利 多謝各位